标题,《楚桥传》二演员名单已经出炉,男女主角既然真的是她们,正恩如下,随着《楚桥传》马上就要完结,尽管开头的时候,还是遭到一片吐槽声,但是快完结人心里还是非常的不舍得的,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的演技,在剧中真的是没话说,真的是很棒,而且《楚桥》和月公子两人的戏份网友都称还没看够呢。 第一部即将完结,第二部也是马上准备,要开拍了,但是据说,第二部赵丽颖和林更新,因为当期问起,没办法再继续拍摄第二部,然后网上就有许多传言,说是Angela Baby,来接替赵丽颖出了演第二部。 这个消息可是让网友们都照过了,看过《姑方不刺赏》的朋友们是知道Baby的演技到底是怎么样的,真的很担心到时候第二部也会变得和《姑方不刺赏》一样,这画面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。 不过也有网友说,Baby,最近在忙着拍创业时代,应该是没有时间去拍的,这一说法马上就被网友啪啪打脸了。 有网友表示,要是像《姑方不刺赏》那一样抠抠图的话,这一个月拍上十部剧,都不是什么大问题,而且在问到Andra Baby本人的时候,Baby也并未正面的回应过这个问题,男主角很有可能是在赵又婷和李一峰之间选择一个,但是最终确定的宁丹华没有出来,你们更希望谁来出演语文乐呢?你们是怎么看的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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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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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